汉环帝的第一位皇后梁女营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公元147年 这汉朝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婚检小故事 当时在位的汉环帝要迎娶顶级权贵世家梁家的小女儿梁女营 这个梁女营的姐姐 就是之前汉顺帝的皇后 此时的太后梁南 这一个皇帝要迎娶一个权贵家族的女子做皇后 这自然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件婚事 而接下来当汉朝的内庭要按照传统的规章制度走一系列流程的时候 却遇到了一点小波折 这个波折就是这位梁家的小姑娘不愿意进行婚检 那婚检这个东西吧 其实不光是在现代存在 早在汉朝的时候 这女子入宫之前就已经要接受提检了 而皇帝迎娶皇后 那自然也是要做婚检的 可是面对内庭派来的女官 这梁家的这个小姑娘却坚持拒绝做婚检 理由很简单 因为她觉得这个婚检实在是太羞耻了 按照汉朝的相关制度 首先这女官们需要先检查两女营走路的姿势 然后还得请女子入闺房 脱去所有的衣物 仔细检查身体异样 甚至又连胡臭和鼻炎那都得仔细检查 这还没完 在做完了基础检查之后 这女官们还会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查 查一下有没有妇科疾病 以及家族的病史 而这些都查完了之后 这下一步又会重新检查五官是否端正 以及头发是否浓密 家里又没有脱发之类的毛病 直到最后还需要这小姑娘跪下 珊瑚万岁 检查生代发生 那这一套流程走下来 你别说是古人了 就算现代人都会觉得很难为情 那更别说是当时只有17岁的两女营了 一个从小就在家里长大的小姑娘 但是问题是 就算是梁家权势再大 面对这种惯例的时候 依然是无法回避的 想要嫁给皇帝做皇后 两女营就必须得接受婚检 所以最后为了自己能够当皇后 这两女营还是说服了自己 接受了这套婚检流程 而在婚检之后 那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顺利了 很快在这一年6月 两女营正式入宫 8月18就被立为了皇后 而在双方举行正式婚礼的时候呢 更是极尽奢华 正史对此记载为 自皇汉营后 未有若私之圣也 光是毕里就用了整整两万金黄金 以上的这些记载 大多是出自于一本叫做 《汉杂式密新》的书 这本书的经历也比较传奇啊 据说是在明朝的时候 那位明三子之一的杨慎 偶然从安宁董事家族逃来的 而在这之前 大家从来都没见过这本书 所以后世很多人都认为 这本书其实就是杨慎伪造的 同时呢 也有很多人质疑这本书里的内容 从形式上来看啊 这本书主要讲的就是 两女营入宫的那点事 形式上也更像是小说 最关键的是 有关入宫体检这一段的内容 那完全就是照抄明朝婚检的相关制度了 所以后世很多人都认为 这本书完全就是杨慎 为了自己的恶趣味伪造的 那至于说两女营入宫的时候 这婚检的具体情况 到底是不是什么回事 那可就真的是很难考证了 我们完全可以当做一个 野史杂谈来看待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 那就是两女营入宫的时候 那场婚礼真的是极尽奢华 光是聘礼就足足两万金黄金 这个事确实是真的 汉环帝和两女营举行婚礼的时候 正是梁家最风光的时候 当年的梁家几乎执掌了东汉所有的权利 在皇宫里边 梁家的那位大姐梁奈是太后 直接临朝称治 而在皇宫外边 这梁家的大哥梁继更是执掌大权 不久之前才刚刚毒死的上一个皇帝 嚣张到了极点 所以此时的梁家嫁女 而且还是嫁入宫里去做皇后 那自然要风光一些 于是在梁家的操持之下 这场婚礼后来就成为了整个汉朝历史上 几乎堪称最奢华的一场婚礼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啊 这场奢华婚礼结束之后 梁女营却并没有过上自己理想中的皇后生活 相反 后来梁女营在后宫当中的生活 其实并不幸福 甚至是被汉环帝讨厌 12年之后 这位皇后还不到30岁的时候 便怒目而终 而且就在梁女营刚刚去世之后 这汉环帝就下令直接杀了梁家三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这个故事啊 我们其实可以从梁女营自身开始说起 而这个故事本身 其实是一个贵族女子 为了权力而牺牲自己一生的悲剧 梁女营出生的梁家 在东汉历史上 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家族 这个家族从东汉开国开始 就特别有权势 而到了梁女营出生之前 这梁家更是再进了一步 当时梁家内部 由梁女营的父亲梁商之上 在这位梁家老爹的带领之下 这梁家严格约束族任 很快就得到了誓引的一致赞誉 而到了梁女营出生之前 这梁家老爹 更是把自己的长女梁南 送进宫 嫁给了汉顺帝 那等到梁女营出生的时候 大概就在梁女营出生之后不久 她的姐姐梁南 就被立为了皇后 这梁家也就从此成为了 当朝第一万气家族 用很多民间的话来说 这梁女营 这就是天生富贵命 而且梁女营出生的时候 这梁家老爹岁数已经很大了 属于是老来得女 那这样一来 对于自己这个小女儿 这梁家老爹自然是更加倍加爱护 但凡这天底下有的好东西 她都想拿来给自己这个小女儿 当然可惜的是 因为年龄原因 这梁家老爹终究是 没能保护自己女儿太久 公元141年 就在梁女营11岁那年 这梁家老爹去世了 因为父亲去世 这梁女营此时又还没有成年 那作为梁家长女的梁南 此时又在宫里 没有办法抚养自己这个妹妹 所以最后 这抚养梁女营的任务 那自然就落到了梁家大哥梁济的身上 但是这个结果 对于梁女营来说 却是一生不幸的开始 这倒不是说梁济对于自己这个妹妹不好 相反 因为年龄关系 这梁济几乎把自己这个小妹妹 当成女儿一样来抚养了 各种物质上的生活 几乎都是竭尽全力 从小就让自己这个妹妹 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但是这对于梁女营来说 却并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除了物质生活之外 他这个大哥并没有教会他其他的东西 这梁济本人才能非常偶限 而梁济的妻子孙兽 更是一个极为善渡的狠辣角色 所以青春期的梁女营 在凶嫂的影响之下 很快就染上了一些不太好的性格 就比如说善渡 贪财 缺乏政治思维等等 这些事情 其实都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就这样 又过了几年之后 随着梁女营逐渐长大 这梁家的哥哥姐姐 开始给他考虑婚事了 那像婚姻这种事 梁女营肯定是无法自己做主的 必须得按照家族的意思 考虑到政治因素 但是梁女营不知道的是 就在这段时间里 她的哥哥姐姐 到底都做了什么 就在梁女营刚刚成年的时候 这东汉高层 其实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 先是汉顺帝驾崩 将朝政托付给了梁南 然后这梁南抚养 汉顺帝唯一的儿子登基 这就是汉冲帝 但是汉冲帝刚刚登基之后 不久就同样夭折了 所以后来没办法 这梁家就只能从宗室当中 再挑一个孩子 过来接班 这就是汉智帝 但是汉智帝继位之后呢 却对梁家没有任何好感 这就不禁让梁家开始警惕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这梁女营的婚事 被梁家的哥哥姐姐牵扯了进来 据史书记载 当时梁家在知道了汉智帝的态度之后 直接从京城以外 又挑了一个叫刘志的刘氏宗亲入京 而且这刘志入京之前 在京城外的官道上 这梁家直接堵住了他 让他娶梁女营 显然啊 这就是一桩政治交易 而刘志为了自己的前途呢 那自然就只能答应了 就这样 刚刚成年 这梁女营的婚姻 就被自己的哥哥姐姐 当做政治筹码给交易出去了 而再之后 就在刘志入京之后不久 之前对梁家没有什么好感的汉智帝 就被梁家给堵死了 然后这刘志就被梁济拥立称帝 这就是汉桓帝 而汉桓帝登基之后 那显然也必须得履行自己的承诺 光明正大 迎娶梁女营入宫 而且还得立他做皇后 所以最后就有了那场 整个汉朝历史上最盛大的婚礼 其实从始至终啊 这梁女营都没有做好做皇后的准备 历史上其他的很多皇后 能够成为皇后 都是经过了无数努力和宫斗之后 才最终成功的 但是梁女营不一样 她是硬生生被自己的哥哥姐姐 给抬上来的 所以在梁女营看来 这皇后的位置 其实并没有那么值钱 这个位置只是她享受生活的 一个筹码而已 至于说这个位置代表的政治意义 以及皇后需要承担的职责 她则是完全没有想过 于是这梁女营入宫之后 一段匪夷所思的皇后故事 就正式开始了 在入宫之后 这梁女营继续保持了之前的生活作风 在生活上极度奢侈 那之前在梁家的时候 她要受限于一些礼仪 不能用一些顶级的奢侈品 可是如今她已经贵为皇后 那自然就没有任何顾忌了 她居住的宫殿 富丽堂皇 雕琢精巧 她穿的衣服 佩戴的首饰 那更是极尽华美 精美到了极点 奢侈到了极点 但是问题是 这种极致奢侈的生活 却很快让梁女营感到厌烦了 因为入宫之后 没过多久 这梁女营就发现 自己依然少了一种东西 这种东西呢 就叫做皇帝的爱 从始至终 从答应娶梁女营那天开始 这汉桓帝就是情势所迫 她娶梁女营 其实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 至于说爱情 在两人结婚之前 可能压根就没见过 那两人之间又能有多少爱情呢 而入宫之后 这梁女营的奢侈无度 更是让她感到了厌倦 而面对汉桓帝的冷漠 从小生活在梁家 不懂任何妥协的梁女营 也不懂如何去争取这份爱 所以后来梁女营 开始走成了另外一个极端 既然我得不到 那我就把其他人都给毁了 那这样 你是不是就能爱我了呢 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 这梁女营开始大肆屠杀后宫 在后宫里边 只要汉桓帝宠性了某个女子 她就直接下毒 将这个妃子给毒死 甚至于就算汉桓帝小心谨慎 不让她发现 侥幸和某个妃子生了个孩子 但是梁女营发现之后呢 甚至是敢直接毒死皇子 因为这个原因啊 后来一直到死 这汉桓帝都没有自己的儿子 所有的皇子 全部被梁女营给毒死了 所有被宠爱的妃子 也全部被梁女营给干掉了 这种行为已经不是妒忌 而是屠杀了 面对梁女营的嚣张 最开始的时候 这汉桓帝还愿意忍让 说到底啊 她的皇位是梁家人给的 梁女营也是她的第一个妻子 但是后来 这梁妻在朝堂上嚣张跋扈 完全没有任何顾忌 梁女营在后宫大肆屠杀 嫔妃和皇子 更是让汉桓帝再无法忍受了 而且就在梁女营入宫 两年多以后 还出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那一年梁家的大姐 太后梁南 殷命去世了 虽然梁家在史书上的名声不太好 但实际上 梁南这个皇后兼太后 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如果没有梁家 后来做的那些烂事 他其实原本是可以成为一代贤后的 而在梁南活着的时候 这梁家的很多行为 他还能稍微约束一下 不会让梁家太嚣张 可是等到梁南死后 这梁家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不管是梁记还是梁女营 此后都无所顾忌 做事变得更加嚣张 于是就这样 在梁南去世之后 这汉桓帝开始越来越讨厌梁家 讨厌梁女营 此后的几年里 这汉桓帝更是逐渐冷落了梁女营 并且开始对他各种冷暴力 那面对汉桓帝的冷漠 梁女营其实是想努力 让自己的丈夫回心转意的 所以后来他开始变得更加疯狂 更加残忍的屠杀后宫 但是这样的做法 最后显然只会把自己的丈夫 推得更远 就这样 公元159年7月初二 刚刚29岁的梁女营 终于是一病不起 抑郁而终 当然了 这后世也有很多人猜测 或许这梁女营的死 并不是自然死亡 在这背后呢 其实是汉桓帝下的黑手 但是同时嘛 真相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仅仅只过了一个月之后 八月初四 这汉桓帝就突然发动了政变 在汉桓帝的命令下 梁继被迫自杀 这梁家直接被杀了三族 至于说梁女营呢 此时刚刚被下葬十几天 但是即便如此 汉桓帝也没放过她 就在梁继被杀五天之后 八月初九 汉桓帝就下令 将原本皇后的灵魂 宜灵也为贵人种 而梁女营本人呢 也在死后被汉桓帝废后 从皇后变成了一个贵人 这就是梁女营最后的结局 说到底啊 这其实就是一个从小生长在 大跪之家 从小锦衣玉食的女孩 误入皇家之后的悲剧 从始至终 这梁女营 其实都只是梁家的政治牺牲品 从一开始 她就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 或者终其一生 这位看似很风光的女子 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她的一生虽然是享受了 极致的荣华富贵 但是实际上呢 从父亲和姐姐去世开始 她就再也不知道 这幸福到底是什么感觉了 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